几个星期来有一点很清楚 那就是朝鲜问题将是美国总统川普出访亚洲和中国的关键议题 星期二 川普在韩国首都首尔强调华盛顿决心制止朝鲜的和野心 同时他也发出了和解的语调 敦促平壤 达成协议 朝鲜做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是明智的 协议有益于朝鲜人民 也有益于世界人民 我的确看到某些动作 还是让我们静观其变吧 韩国总统也强调了中国和美国关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川普曾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做得不够 但是他说习近平历来都非常帮忙 并说你很快就会看到他有多帮忙 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目前还不清楚 尽管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外交支持者 北京最近对制裁朝鲜的一些最严厉的决议都给予了支持 中国官员说 川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将在贸易和朝鲜问题上带来显著成果 预计川普这次亚洲执行的中国一战 将会签署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合同 川普访华期间不会与民众交流 北京的安保已经显著加强 北京的故宫已经对公众关闭 川普和家人在华期间将到故宫参观 并有宴会款贷 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